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非常非常的荣幸能够这个主办这场音乐会 那么有机会能够跟两位大师近距离接触 并且在一起工作我们是受益良多 那么我也已经跟这个杜老师启得联系 在微信上 在电话上 在邮件上 都能够体会到这个大师的风范 非常的有风度 非常的这个除了这个自己的才能之外 但是是非常的谦虚 非常的这个有大师的这个风范 非常让我感动 能够在这个做工作的同时还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能够这个学习培养一种这种一种新的这种 Virtual 一种character是 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机会 新天地文化中心呢 相信在座的有些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 那么简单说几句 那么新天地文化中心呢 我们的宗旨是以人为本 用文化点亮生命 我们从安省夜灵草基金会 获得了12万这个加币的赞助 是于2012年底获得的 那么到今年的11月30号 这个三年的这个资助就到期了 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三年的这个时间内呢 没有浪费一温一秒 我们每天平日有这个图书馆 那么到周末组织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 每个周末都有文化活动 有的是小型讲座 有的是小型的这个展览 有的是这个音乐会 像去年我们搞了一次大型的五行五中音乐会 是在1700人的这个Oakville的Meeting House来做的 也是非常的 效果非常的好 那么在这个密室 做这个中方文化 我们的确做出了非常多的工作 我们文化中心下属十个学会 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学会 包括疫情学会 包括武术学会 包括曲艺学会 包括民怨学会 还有这个健康学会 还有这个书画学会 电影学会 等等 大家齐心协力 然后再做着这些文化的这些工作 希望能够给这个我们的社区带来高品质的中华文化的享受 我们所有的这个负责人都是义务的工作者 都是warrantier 那么这个安省给的这个十二万里面 那么有这个图书管理员 每天一位图书管理员 这个老人在这边的一个补助 其他的所有的管理者 以及这个活动的设计者都是义工 所以在这次拉赞助的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也感受到了大家对我们工作的认可 以及被我们的这个义务的付出的这个热情所感动 这也是我们这次这个赞助源源不断 而且逐步增高增加的这么一个最切实的原因 所以呢我在这一会儿我将宣读所有赞助商的名字 那么非常感谢各位给我们的支持 下面呢我想这个具体的想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个音乐会的这个几位几位重要人物 那么首先呢我要介绍的是 詹妮詹妮是詹妮徐 詹妮徐她是我们这场音乐会的总导演 那么我们的新天地文化中心的主席 冯宝峰先生 对是我们新天地文化中心的策划者 以及这个让我们梦想成真的这么一个史推动者 那么这个文化中心之所以能够被拼下来呢 其实跟冯会长一直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那么他是从中国长春市桥办不辞辛苦的游说 然后获得了3000本图书的这个桥办的捐赠 然后有了这些图书之后呢 然后冯会长和我一起申请到了这个 这个安省的这个资助12万 然后建立了一个图书馆加上文化平台 就是文化中心 那么这才促成了这个文化平台的这个出现 冯会长是我们文化中心的这个梦想的缔造者 所以请大家再一次给一掌声 对方会长 谢谢 好 这位王春节先生大家都已经都很了解 他是我们这位 我们这次音乐会的主要演员 王春节先生 好 这位是叶兰 叶兰老师 他是本次音乐会的嘉宾演奏 琵琶演奏者 好 下面呢 我想请我们的几位这个主要这个演员会的这个参与者 给我们大家一一讲几句话 首先我们先请这个冯宝峰主席 他是新天力老年音会的会长 也是新天力文化中心的主席 给我们大家讲几句掌声有请 一位的先生们女士们热烈欢迎你们 为了筹备这次音乐会 我们的两位理事 孤雅川理事 韩晓平理事 主动捐款 盖了个好头 然后你 我们 两次音乐会的总设计师 宋雅女士 还有 还有 谷雅川 还有 叶兰 三个演讲 辛苦地 去募捐 到现在 已经筹记了 一万 一千 一百 元 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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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一个小小的社团 能够在一个月之内 筹记 一万一千一百元 现在 我把我的心是放弃了 音乐会可以开了 因为我们音乐会 音乐会 想达到双银 一个是 我们开一个音乐会 给 密室 给多伦多 华元华侨 献一个音乐的盛宴 再有一个 就是为我们 新天地 三年后 我们现在 已经三年快结束了 到今年 十一月份 三年结束 三年之后 我们还得继续干呢 为了三年后 为了三年后 继续抽款 用王春节的话 就是 达到双银 尽管 音乐会 要支出一万 还剩一千多块钱 但是 不管剩多钱 哪怕剩的五百块钱 也是为我们三年后 继续运作 做出贡献 所以啊 在这里 我要特别感谢 那些赞助商们 谢谢你们 一万一千一百元 不容易 不容易 我们希望 到这一次 新闻发布会以后 能够再继续一点 因为我们啊 国家中心成立第一年 我们就 拿到了四万里 捐重 能够使我们中心啊 能够延续到 延续一年 就是一六年 至于一七年 一八年怎么办 也希望大家 多出出主意 做点贡献 这个 这个 在我们募款的时候 呃 呃 呃 跟人家一说 黄百亿 先生 啊 我到那儿 没说几句话 我给你捐款 五百元 我给你捐款 不容易 不容易 那个钱拿出来 不容易 啊 拿二百 拿五百 拿一千 我们这有几个拿一千 都不容易 啊 亚川 亚川是我们的 李四啊 到处跟我跑 到处跟我跑 啊 这个真不容易 啊 哎 我要 在这说一下 干一个事 不容易 啊 今天呢 我可以大胆地说 演艺会可以搞了 但是 文化中心要继续下去 还得我们大家努力 啊 呃 我们总结了一下 单是什么 单是靠政府捐款不行 单是靠各营捐款不行 我们自己还得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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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亚川 正在搞那个 那个 那个 微信屏幕 啊 那个微信屏幕啊 我已经跟你说了 起码20%的利益是我们的啊 啊 文化中心的 啊 我反正赖上了 啊 呃 呃 在这里啊 在这里啊 我能不能号召大家 啊 你们已经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是 你们看没看到 啊 啊 啊 文化中心成立三年 啊 啊 在 呃 呃 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为 旅家的华业华侨建立一个平台 你们多少人在这里啊 啊 文迪就在这里 曾经讲过 讲过一堂课啊 啊 多少人在这里 把你们的能力显示出来啊 啊 叶蓝啊 王春节啊 他们都做过啊 啊 你们珍惜吧 啊 期待它继续下去吧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共同努力 绝不是文化中心 我送样啊 以及呃 这些成员的事 应该是大家的事 是不是啊 所以啊 希望我们共同努力 啊 下功夫 把文化中心 啊 坚持下去 给我个掌声 好 方会长说的没错 啊 我想到了一个字 那就是人字 人字的结构 就是相互支撑 那么 其实呢 在这次啊 大赞助的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深深的体会到 呃 的确是大家呢 其实跟文化 不是说特别直接相关的 那么主要是被这个 呃 我们冯会长的热情所打动 那么 快八十岁的一位一位老人 然后 让这个国家砖开着车 拿着名片啊 一家一家的去走往 一家一家的去去说 去游说 那么有的时候还会遭到拒绝 那么这只老人的心态是什么样子呢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伸出了这个赞助 援助之手 那么其实就是为了给这个文化中心一个帮助 一个推动 那么是被老人的这个真情所打动 呃 我也是打了一些电话 给一些朋友 很多朋友呃 知道我们文化中心做出了非常多的工作 二话没说呢 就是赞助 所以我也是 就是在一天打了这么多 呃 不到十个电话 就有三千多块钱的这个赞助 已经拿到了 所以我也是很感动 似乎 工作做到了 那么你的这个 呃 呃 财富 呃 财富 那么也跟着就进来了 那么不管是做什么事情 应该都是这个样子 那么下足了功夫 呃 做到了家 然后带着自己的热情 热情和热情 这种激情去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做得成的 文化中心 我相信还会继续经营下去 我们这个 券款榜上这些 呃 我们的赞助者 他们就是 没有 要一点点回报 他们以前是 就是 呃 直接把这个钱送到我们手上 希望我们文化中心 能够攒点钱 为了三年之后的这个 继续的运行 我们非常感激 这些赞助商 其实这个 我用我们 用我们自己心里的热情 点燃的是大家的热情 那么 我们非常感谢赞助商们 也感谢这些支持我们的人 能够呢 呃 给我们一些这个 不管是财力 人力上的一些支持 让我们做一点自己 真正感兴趣做的事 其实也不仅仅是感兴趣 而是有热情 有用自己的激情去做的事情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激情 其实 说白了也很简单 就是 一种精神上的追求 每个人 不管做什么职业 他在自己的 精神的这种成长的 这个曲线上面 是一直都是向上攀远的 那么我们做文化呢 实际上 可以说是处于一种兴趣 实际上更多的是处于一种 一种passion 那么什么样的passion呢 就是想让这个生活 想让我们自己的生活 过得更智慧 过得更好 能够更平静 能够更冷静 去处理生活中的种种问题 那就是说 个人的一种精神追求 一种精神成长 这是我们这些人 凝聚在文化中心 在做的一件事情 我们通过自己的 这个不断的追求 那么通过自己的活动 也不断的让大家 鼓起这个生活的希望 然后开始 好好的善待自己的生命 好好的把握自己的生命 就像文化中心的 核心价值观说的一样 我们要珍惜生命 尊重生命 关爱生命 那么用文化点亮生命 文化不是我们追求的 一个最终极的目标 它可以说是一个媒介 一个工具 我们用文化来做的 实际上是唤起大家 对生命的珍惜 对生命的呵护 当每个人 都对自己的生命 来负责的时候 都可以勇敢的面对 自己生命的终点 能够勇敢的面对 承担自己一辈子的责任的时候 那么这个社会 就更加美好 那么这个世界 也变得更加 更有value 更加有了坚定的方向 这也是我们这群人 在一起做的一件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一件感想 下面呢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请我们的这个 国家一金演员 我们的主要演员之一 王春杰老师 给我们大家讲两句 非常感谢大家 在百忙之中 来参加这个新闻发布会 这里面有好多人 这里面有好多人 会看过我的演出 崔迪才可以 一讲话就紧张 手还好 还没多走 那么刚才听风会长 和这个崔远副主席讲的 真是太好了 这是他们的强项 我的强项是崔迪 不是讲话 那么也需要得讲两句 这个两个词感恩感谢 感恩这个新天地搞这么一个 就是中华那个迪运这个 主题音乐会 把这件事情终于实现了 那么也感谢这些赞助商 还有这个大力支持 无私的奉献 也感谢今天这个媒体啊 呃在百忙 今天是周六 大家都休息 过来参加这个新闻发布会 呃 也感谢 这个为这场运会 默默奉献的这些 义工们 Volunteer 呃 讲的如何 不讲 真是感恩啊 我们 我是有一个理念啊 呃 跟亚川好朋友说 我说真是希望 就是 让这一个小小的 这个密室的文化活动中心 把这个都如松大师请过来 五年 十年 二十年之后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不仅是说把这件事情做成了 我们还可以有一点盈利做到双赢 这个文化 这个文化在北美到底行不行 这个请大师过来可以不可以 那不像这个佛光山 星云大师当年请过杜如松搞过一次全世界的佛教音乐 杜如松是艺术总监 大家都知道星云大师是什么人物啊 是不是 佛光山啊 那是集团啊 太有钱了 人家是全世界有多大的影响 星云大师请过杜如松 杜如松我简单介绍一下啊 就是说介绍这场音乐会 他他在台湾这个 金唱片奖也得了 星云大师他也 也请他去了 呃 台湾最任的四个大师 前几天刚跟亚川和叶兰和宋燕发过 有二胡协会的会长 有宋飞 有你们琵琶皇后这个张宏燕 还有一个古琴燕奏家 他叫赵家震中国音乐学院教授 还有这么一位叫杜如松 呃 用不了多久 大家就会看到杜大师的风采 呃 呃 呃 这个和杰克家 曾经看过中央广播民主乐团的 侯长青演出 这是中国一流的团 笛子首席2002年 就是获得就是主题大赛全国第一名 杜大师表扬他一下 今年长青来演出我说 杜大师说你最近吹得很好 呦 谢谢老师鼓励 连长青都这样说 四十岁左右的是第一啊 虽然是真格格排名第一 但论实力 侯长青现在是第一的 杜大师表扬他一下他都是受从落井 呃我也是非常非常的荣幸能跟杜大师同台演出 去年在杭州西子湖畔我们哥俩相见甚魂 我说有一个愿望 期待你来我们多伦多看看我们多伦多的风光大瀑布都非常漂亮 有时间的话咱们哥俩搞一场呃音乐会 你这是南派大师 我北派呢会吹几个曲儿跟你臭瘦 你提携一下 哎呦村杰你别这么说 但是这回恰恰是我一个南派的曲子也没选 他吹的梅花三弄本人也会吹 他还不吹的话我下一次给你们吹也吹的不错 但跟他没法比 他是南派的顶级人物了 狄四大师李震都说他的这无非天下第一 催出禅意来了 所以大师的风采下半年你们上网 现在上网机器方便 国家大街有他的独奏音乐会 看看票价是多少 1280 1080 988 最便宜的660 我们这票价多少 38 我刚才跟学妹在一起说 希望开完这次新闻发布会 那么大家踊跃赶紧把票买了 不买的话 回头买完我送人的话 也不会让他的控场 谢谢大家 所以大家很幸运 现在知道这个票这个价值含金量了吧 所以我们售票的情况也很好 现在已经售出过半的门票 然后我们手上的票都已经没有了 那么剧场有规定 所以其余的票必须得在网站上售出 那么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如果有朋友 还想继续买票的话 也只能去网站上买 而且网站上的好作为也下得很快 现在也是很多人已经开始行动了 那么我们其实推票工作还没有开始 本来是计划这个新闻发布会之后 开始进行推票 那么现在其实票也卖的差不多了 那么我们下周一开始进行推票之后呢 估计很快就会被一抢而空 可能会出现一票难求的这个场面 我们真的也很期待 搞过很多活动 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场面 这次杜老师和王老师的音乐会 的确是他有这个票房拉动力的 那么也是说明 真正的艺术 真正的这个高级的高雅的这个 高品位的艺术 那么是有人 会去品味他的 是识货的 那么大师来了 我们大家能见一面 都觉得应该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何况是用这一点点钱去听一场音乐会呢 刚才王老师说了票价 我也很震撼 1280 我在中国可能 估计都要是那个 要想一想自己能不能承受这票价 才能去买这票 王老师您还要补充 这刚才把一位优秀的 就很匹配演奏家叶兰女士给忘记了 这实话是说 这几年叶兰的成长 这个圈 业内人士啊 何伯志老师啊 梁二海老师啊 这是勇目共睹的 每一场演出都很精彩 把她抛出来之后 给自己找点理由 今年啊 实际我是家里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事 有好多人是知道了 太太得了乳腺癌 这四个月我是一点也没恋亲 那么就像一桌啊 晚宴 那么有两个菜啊 已经很好了 万一我要不在水准上 我希望大家包容 我会尽力去做好 谢谢大家 对徐娟 好朋友 这回也很帮忙 王老师 水平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相信 因为王老师这个 一辈子追求这个笛子 以笛子为专业 甚至没有做过任何其他的工作 那么像这样的艺术家 他的艺术的发挥 艺术的水平 绝对不会让人有任何质疑的 我真的 我真的很相信王老师的这个水平 非常棒 那么其实杜老师也是一样 一辈子以这个逐笛为自己一生的追求 那么不去从事其他的 那说明这种真诚的这个追求 真诚的这个精神支柱 是多么的强有力 再更不用说这个杜老师的这个 老师赵松廷先生 那么他曾经是 他追求了一辈子的笛子 那么他在文革的时候被迫害 被下放 在牛棚里面 一待就待了十年 然后在这十年中 他没有浪费自己的时间 制作出了两千把笛子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在支撑着他 真的是精神追求 真的 虽然精神的追求 是我们看不到的 但实际上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 都是有的 所以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 文化中心的这个理念 就是想用文化 想用不断的去思考 去这个文化的研究 然后以及一些音乐 艺术形式的一个呈现 来唤醒大家 唤起大家心中的这种 对生命的激情 好好的去体验这个生命 好好的去利用自己的生命 去做出有价值的事情 人生真的很短 我们辉煌的时间不多 能做点事情的时间也很少 所以我们好好把握机会 真的是活出有价值的人生 这是我们文化中心所倡导的 也是我们正在追求和实践 实际上在做的东西 所以好 又是一点感想 那么下面呢 让我们有请我们本次晚会的这个 总导演珍妮 珍妮徐珍 然后给大家来讲几句她的感受 大家好 我是此次笛子音乐会的导演珍妮 首先很荣幸担任这场音乐会的导演 这也是沐大哥给我的一个光荣任务 感谢 这也是会长对我的信任 本次音乐会我们邀请到了笛子大师杜鲁松和王春杰老师 共同为大家献上一场最高水平的底子音乐会 杜鲁松大师是南派敌意宗师赵松亭的敌传弟子 国家一级演奏员 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 中国音乐家协会主敌委员会副会长 其演奏风格一扬顿挫 深情并茂更有温文儒雅的气韵 杜老师曾多次赴各国演出 并在香港台湾日本美国等地举办笛子独奏音乐会 为中国传统音乐推向世界做出重要贡献 王春杰老师是笛子国家一级演奏员 加拿大皇家音乐学院民乐教授 中国烟台南山大学客座教授 王老师少年时代启蒙于笛子演奏家赵凶岩 师从王熙平教授和刘涵有教授 并曾获笛子大师赵松亭细心指导 曾到各国访问演出 王老师的演奏格调优雅 型版细密 乐风流畅 是加拿大华人社区和主流社会 颇具名气的中国民乐笛子演奏家 并以其杰出的艺术才华 受聘为加拿大皇家音乐学院的民乐教授 这大家都非常已经都熟悉了 为了更好的展示两位大师的风采 作为导演 我们在剧场的选择上 以及东光音响舞台背景的设计上 都采用了一流的剧院设备 同时我们还邀请到了 David常担任此次音乐会的钢琴伴奏 以及在节目中我们还邀请到了 经常活跃在多伦多地区 深受观众喜爱的琵琶演奏家 叶兰老师加入 非常高兴 为了此次音乐会顺利的进行 我们星天地的主要义工团 将达到20人左右 我们从每一个细节入手 为保证音乐会的成功 每一个义工都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我相信此次将会为多伦多的观众们 带来一场高水平的笛字艺术音乐盛宴 欢迎大家于5月29日 准时来欣赏大师们的艺术风采 谢谢大家 谢谢詹妮 给大家介绍一下詹妮 她是北京舞蹈学院的高材生 她也是一辈子从事的是舞蹈的表演 与教学的工作 在国内19岁就自己创办舞蹈学校 而且是不止一家 在国内事业非常的成功 移民之后 在这边也是自己曾经搞过瑜伽学校 舞蹈学校 在这边还在东区多伦多那边 主办过导演过多次的大型文化演出 比如说《舞台花节》 还有这个杰秀中华的大型演出 非常的受到大家的喜爱 所以詹妮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导演 她搬到Oakville之后 加入了我们新天地文化中心 现在是新天地文化中心艺术团的副团长 所以我们非常荣幸 有这些非常有能力的人 加入我们的义工团队 大家都是义工 一起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争取把它做的高品质高品味 然后给观众呈现的 给我们华人社区呈现的 也是一种带着非常宝贵的热情的 这样的一种文化呈现 我们非常感谢詹妮 谢谢詹妮 好 下面我们有请我们的琵琶演奏家 本次嘉宾演奏者 这个叶兰老师 那么给大家讲两句 我目前心情就是非常 两个字概括 就非常感恩 刚才王老师说了感谢感恩 那么我还有一层就是我非常感动 我觉得自己从移民到加拿大 就是经过这么多年 我非常就是感谢身边支持我 还有曾经鼓励我 给我帮助的所有朋友 而且我特别感谢王春杰老师 因为王老师的很多的理念 因为我们是都是搞明月的 所以他给了我很多的 非常专业上很多的好的建议 在一些生活中 还有一些就是做人方面 他给了我很多的鼓励 和很多的这个就是影响 所以呢这次他邀请我参加 这次这么高规格的这场音乐会 我是非常的感到非常幸运 非常幸运 因为杜如松老师 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笛子大师 他的影响力 可以刚才王老师已经介绍过了 是应该是我们全中国 顶级的笛子大师南派的 而且这次我听说 这次音乐会 我们在多伦多这场音乐会 在国内业界 已经有了一些 这个影响 很多业内的这些名家们 都知道了 杜如松大师 来多伦多才 看音乐会了 哎呀我心情就非常的高兴 也非常激动 所以我说我很幸运 这是我的一个特别 最冲出一种心情 就是我非常感恩 感恩王老师 再一个呢我非常感谢 新年地文化中心 彭会长 还有宋燕 因为我们在两年前就有合作 不光是老年的老年的一个活动啊 还有我们这个学会的活动 包括一些表演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 这个这个体 非常喜欢 然后我们才有今天的合作 还有我特别感谢所有来的 今天的所有朋友 以及给我们这次音乐会的赞助的 以及包括这个海报 也是我一个朋友给赞助的 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些人 因为有了你们的支持和 和那个帮助 我们才有今天的辉煌 所以这也是我非常感恩的一点 那么我 我只有说是拿出最好的状态 最好的这个演奏 来展现在这个音乐会上 因为我也挺有压力的 王老师经常打电话 问我练琴没有 哈哈哈哈 刚才在路上 在来在那个来的 多伦多来的路上 我还把昨天的 我要演的这两首曲子 让王老师听 让他知道 所以说我 我是心里非常忐忑 包括在微信里 跟周恩远璇的老师 张强老师 我们也有互动 我说压力很大 他们就给予很多鼓励 说没问题 你要放松 所以 我 我的心情可以说 不比王老师 这个 这个 我 我比你还激动 哈哈 因为大师同台 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所以我想 以后通过这次的历练 以后我们能经常 有这种学习机会 我也希望 新年地文化中心 每年都办那么一场 高规格的音乐会 展示给我们中国文化的最高水平 有聪明一句 明年 明年你那个清徒 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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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清权民阅 对啊 为主办一个 好好好 这次我们在明报节就要展示 没有 这个 现在的微信呢 太强大了 这一演出 杜老师一上这来 黑龙江省 歌舞眷民主乐团团长王蕊 打了电话 中央音乐学院 常庆他们 现在常庆在中央音乐学院 代科科佐教授 这个吉林省啊 包括西藏啊 我日本有个同学 从福岗打电话 他说杜老师上去 我说是 你说全世界 杜老师 当然他级别也高 他一出动全世界现在都知道了 台湾呢 值得的更多 可以透露一下 杜老师一上这来 台湾的业界的人 就告诉这边的人 说杜如松要上这来 这边他对佛教有信仰 然后这边法师啊 啥的就找我 还会跟大家分享这个佛教音乐 好像彪弘历还被授约要去听那场杜老师讲佛教音乐的事情 5月30号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他们那些法师啊 和主办人都说 你学没我们要求嘛 好好好 就是说现在这微信呢 太了不起了 大师一出动 全世界都知道 那政治家也是啊 政治家一上到哪儿 全世界都知道 我非常感恩这个 所有给这场乐会支持的人 我真的非常激动 感谢大家 太太也让我带话 说感谢峰会长 和大家这个付出的心血 有病 本来应该我能帮上一些忙 不能帮上忙 还给大家添乱 这个好在是这个 如愿让你把这场音乐会开了 否则的话 我是千古罪人了 冯会长去看我太太 太太真是激动的热泪盈眶 这感觉是 冯会长我们十一中校长 自己家家长来的感觉 但是他也让我带话 感谢感谢 再感谢 那个 这次演员会举办呢 不容易 特别是王老师阿姨 现在正在化疗 化疗完了以后 要进行手术 而且现在是化疗最艰苦的 最难受的 但是他支持 王春杰 本来我去跟他说 我说咱们能不能厌起 下半年或者明年 他说不行 他说坚决支持 不然的话我会后悔 真不愿意 大家继续努力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次演员会的确是凝聚着多重意义 王老师家庭这些 遇到的这些困难和事情 也是给我们这个演员会 带来了一种令人激动的 令人非常感动的 这么样的一种感觉 这个 这次音乐会呢 凝结着很多人的心血 也是我们文化中心 三年以来的一个 这个 算是一次突破性的 这种高级别的 高水准的一个 一个音乐会 一次活动 那么 真的是很多人 我估计到当天的演出 应该结束的时候 会非常感动的 我相信 大家有可能会抱头痛哭吧 刚才呢 忘了给大家介绍一下 叶兰老师 他除了是一位专业的批发演奏家 他还是我们新天地文化中心 民乐学会的负责人 那么有了叶兰老师加入之后 我们的民乐学会 简直是如虎添翼 活动非常的精彩 叶兰老师发起 并且成立了这个青少年民乐乐队 叫做青泉 那么现在的乐队成员已经有十人以上了 十个位 十个 十个 对 然后他们是琵琶 二胡 鼓征 笛子 我们还要吸引一些打击乐的这个孩子们加入 那么给大家呈现的将是年轻一代的这么一个 民乐的这个 这个表现 那这个孩子们的表现力跟成人也不太一样 那么更有活力 然后大家耳目一新 那么非常清纯秀丽的这个东方女子 然后再弹奏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传统风味的这个民族乐器 那是真的是那种视听感受是不一般的 那么头一次的演出将在这个多元文化节 灵沙家市的多元文化节 5月24日 对 然后第二次演出是在灵沙家传统节日 蜂蜜面包节 Bread and Honey Festival 是1973年开始的一个传统节日 那么将有40分钟的演出 清泉民乐 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去欣赏 所以刚才我们 我也其实也非常高兴的看到 我们今天在座的三位 Jenny 王老师 叶兰老师 他们都是专业的 这个音乐人 专业的艺术追求者 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那么在艺术的这条路上 攀登 然后以及在文化这条路上攀登 然后能够以此为自己的职业 以此为自己的专业 一直继续向前走 是需要非常强大的这个精神力量的 是非常可贵的 那么我们也很高兴 像这样的人才都已经聚集到了文化诸心 那么我们可以一起做一点非常好的 有价值的 有意义的 真正高品位 高层次的文化的事情 能够真正推动这个中华文化 能够把中华文化真正的价值挖掘出来 然后去呈现给这个我们的华社 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那么呢 现在呢 我想这个 在几位重要来宾 讲完之后呢 我想给大家宣读一下 我们这次音乐会的赞助商的名单 那么 这次 这次音乐会呢 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 就获得了一万一千一百元的这个赞助 那么比我们去年这个古琴古政音乐会呢 那是九千八 九千八百元的赞助 对 而且那个是两个月时间达到这么多 这个一个月时间就达到这个过万 然后也是让我很惊讶 非常快 这个速度很快 然后估计我们要继续拉的话 还有 还会有的 再来就是文化中心的了 该买票快点买 他就买过 再给咱们就文化中心有钱 就多办一点贵民的活动 各个讲过 话剧好像还没来讲过 对 鼻子都讲过了 话剧来讲一讲 怎么样表演 今天晚间你就可以看奥米兔 包括你们群乐 奥米兔那个人走了 今天晚就可以看 我建议啊 江华时报的编辑徐记上 你啊 不要那个现成文章 你专门写文章 就我们这个新夫八夫 你谈谈感想 专门行为的 有点号召力 然后让杰克把这个号召力全分 分散给大十多人多地区 所有的业内的 实际是江华时报的编辑 是个有名的笔杆子 然后杰克佳 杰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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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新生活的主演 非常感谢你们 你们两位的到场 非常的珍贵 把这个消息发给这个业内人 行 对 好 我现在就给大家这个宣读一下 这个名单挺长的 那么我们获得了这个 这个 以下这些人士的这个赞助 首先是Canada Optimal Nature 这个公司的保鲜品公司 张明龙张总的这个赞助 然后第二位是孟长慧 他们是在这个东徐多那边 孟长慧的赞助 他的主席叫做Frank Chow 然后另外获得了这个 旗主书院的校长李向国的赞助 另外获得了这个 昆鹏国际金融的老总 孙小明 孙总的这个热情赞助 另外获得了这个Lopa Toronto 这个货运公司 国家川也是我们的理事 国家川给我们赞助一千元 他本人也是王老师的学生 没有 另外还获得了这个 来自朗达咨询有限公司 张金杰 张总的这个赞助 另外获得了 杰中杰事务咨询公司 陈杰 陈总的赞助 另外还有这个 Kingsway金牌地产经纪 曹丹先生的赞助 曹丹曾经给我们赞助800元 然后这个就是 不要任何回报 然后我们非常感激他 就认为我们做得很辛苦 做得很有价值 所以他自动 然后要求给我们赞助 不是为了音乐会 但是他就是要给我们钱 另外今后不管搞什么活动 只要我们有活动 他就赞助 就是这样的 对我们非常的铁的这种关系 然后另外还有我们的 Showcase Printing的总裁 Wendy珠 Wendy珠女士 在这里 对 他给我们也提供了赞助 Wendy 他除了是这个 这个公司的这个经营之外 才是 艺术华人艺术团的这个 一队的这个著名的舞蹈演员 密室春晚都有他的身影 对 好 下面我们还是获得了 还有还还获得了这个 Nelly 艳文工 Insurance Agency 工艳文女士的这个 工选代理公司 工艳文女士的赞助 工大姐 工大姐也是在我们的这个 捐款榜上 捐助榜上 非常感谢你一次又一次的赞助 我已经记不清 有多少次活动了 对 只要我开口 工大姐肯定就要赞助 然后另外还获得中行 密室分行的赞助 那么也是对文化中心非常关注的两位行长 是刘凯行长和张银嘉行长 可能在座的大部分朋友也认识吧 他们两位对文化非常的有热情 然后也非常认可我们的工作 对我们去年的这个音乐会非常的赞赏 另外还获得了福建商贸促进会 林建先生的赞助 另外还获得了这个 Welsa Power Land Development 恒时地产开发公司 是吧 Chris Chris和王杰 是这个公司的两位老总 Chris的赞助 是王杰森的赞助 另外还获得了密西沙加中国城的 这个1000元的赞助 密西沙加中国城是魏成毅魏总的 新购入的这个物业 他和几个股东一块新购入的物业 那么魏总每次对我们非常支持 魏总的名字也在这个上面 魏总已经赞助了5000元 加这个就6000元 对 魏总真的对我们非常的支持 另外还获得了福建企业总商会 陈凯先生陈总的赞助 另外还有北美中华国医学院的院长 杜建华杜医生的赞助 另外还有TNT功夫学校 严之刚老师的赞助 还有加拿大华夏文明传承协会的负责人 会长Roki Han 韩正 在这里他是 他是一位房地产开发商 同时也是这个 华夏文明协会的这个创办者 他们 他和另外的一位朋友 两个人一起 在创办的这个协会 自己用自己的钱去做这个协会 去做这个传统文化的活动 易经的活动 然后各种表演 非常的有热情 也是对文化有热情 跟我们很相似 不过赔我们有钱 然后我们还获得了这个 陈兹慧少儿舞蹈艺术坊 舞蹈学校陈兹慧女士的赞助 另外还获得了这个 范杰女士的个人捐款 另外还有中华寺 在多伦多那边 在沃尔的MU上 寺庙啊 多伦多中华寺 赵旭法师 赵旭法师 赵旭法师给这 赞助 赵旭法师的赞助 对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跟 杜老师的这个 合调音乐有关 这个 文会长有关 他们俩是朋友 对 还获得了嘉雄移民顾问公司 陆比雄 陆总的赞助 还有多方伟业集团 周建成 周总的赞助 另外还有这个 Investor Group Roy Roy Wu 他的个人捐款 另外还有 Alan 韩 CEPC贷款经纪 韩晓萍 女士的赞助 热情赞助 他是同时也是 武文化中心的理事之一 文化中心有一个理事会 是七人组成 那么 我 胡亚川 韩晓萍 冯会长 另外还有另外三位是这个 理事 另外还获得了 麦迪欧律师行 这个 律师 欧律师 Scout O 欧阵宇 律师的赞助 另外还获得了 我们爆黄瑞芬 Joseph Bow 我们的社区人物 社区 散亮的这个 Joseph 的热情的个人捐款 个人捐款 非常感谢 Joseph 另外还获得了 加拿大文物研究基金会 金春爱 金女士的赞助 还有黄后金融集团 王慧 王总的赞助 还有多伦多话剧团 编团 编红利团长 热情赞助 另外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对我们多次赞助的 Pierre Wong 黄国义先生 我们的MCA Group的 李台 苏万 黄先生 您是非常的热爱中华文化 一会儿给我们多讲几句 另外我们今天现场又获得了张总 张肖明 张总的个人赞助 张总 张总 他刚才出去了 好 等他回来 我们请他来讲讲这话 当场 他是Wendy的朋友 他是 山东人 台湾出生长大 然后他是 张之洞先生的后人 对 他刚才 刚刚在图书馆里发现了一本张之洞的书 然后 给我办了和颜证 然后借走 要回家去 再看一看 这本书里写的 关于他的祖先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也很荣幸 这个高人 云集 在我们小小的文化中心 非常的 让人非常的觉得 幸运 另外 给大家介绍一下 报纸媒体 对我们的支持 那么新鲜生活 对我们非常大力的支持 杰克家 Jack 非常感谢Jack 还有 《家国无忧》的 这个 主编 李洋 对李洋 还有《绿色生活》的主编 小月 还有这个 《明报》对我们大力支持 另外 《家华时报》的周志华主编 以及徐进编辑 徐进刚才大家认识了一下 徐进在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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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另外还有《家中时报》的林蔡亮亮女士 以及Lucy她的助手 对我们进行了支持 另外 相关的这个 网络是 《家中新闻网》 对我们大力支持 另外 电视台有 Omni2电视台 CCC TV 国际电视台 新时代电视台 《魅力中国》 iTalk BB WOW TV 还有《环球电视台》 都对我们的主题音乐会的这个 进行了报道 播放了宣传片 我们 期待这个 这个宣传片 然后在 更多的这个华社的这个群众里面 引起比较强烈的反响 然后希望 更进一步的带动票房 然后 更进一步的让大家了解这个 经典的中国民乐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想 把时间留给我们的赞助商 然后大家 凡是道场的赞助商 我想请大家一一站起来 给大家说两句话 自我介绍一下 然后也是一个Network的机会 另外我们想听到的就是 呃 大家对这个 在海外如何推动中华文化 您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呃 是感觉到呃 有点困难 或者说感觉到希望在哪里 那么我们 能不能从一个新的角度 来考虑这个 传播中华文化 不光是演技场节目 或者做几个讲座 能不能从一个真正的一个 做一个新的一个角度 从比如说呃 从真到一个生命的高度上 然后去呃 用文化 有一种东方的方式 去让大家 去唤起对自己生命的珍惜 对自己生命的热情 那么在这个 其实在这个生命的层面上呢 每个人对待生命都是一样的 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生命 要负起责任 然后都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一辈子一晃就到头了 所以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 这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真正的一个 最底层 或者是最深层的一个桥梁 一个沟通的纽带 所以我只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 一个小建议 一个一个trigger 大家可以稍微往这个方向去想一想 或者是说你有什么已经 已经有的这些经验 或者已经有的一直在心里面 有一些看法 对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推动中华文化 应该有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方式 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方向 和趋势去做这些事情 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文化中心 它真的是 让我真的是非常诧异的去 已经看到了很多的 这样的有见解的人士 在这边做讲座 讲述了自己的东西 非常有价值 比在应该比在中国的 接触的那些学者呢 他们可能的眼界更宽 他们的这个更加open minded 那么就是 他们走过了这个世界 那么他们总结出来的东西 都是让我们觉得是非常公正 非常有价值 而且是实际上 是一个非常精辟的一个总结 我是已经 在这个文化中心已经体会到了 所以我们的现在网络媒体很发达 一个小小的音乐会 就也全面了全世界 那么我们每个人的想法观点 我回头进行总结了之后 也一样可以传绵性时间 那么有价值的东西 它不仅在一个这个空间 这个时点上存在 它一下子就可以扩散到整个世界 扩散到整个的 这个人们的 这个意识领域 这个视野里面去 所以 大家珍惜这个机会 好好地动动脑子 多想一想 然后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我们从哪里开始呢 好 我们请Roki 韩振 华夏文明团生协会 谢谢 我不好意思 因为我等一下还有点事 我想先说点感受 因为毕竟已经来到这边了 看了这么多的这个同行 还有大师 老师都在这边做的 很有感触 说实话 我们协会呢 成立 去年成立的 然后在Pickering 很巧 和新天地呢 一个在东边 一个在西边 重点隔了呢 80公里 但是呢 我觉得呢 这点距离 对于我们 如果说 真正有 至于去做这件事情的人来说 根本就不算什么 对不对 因为 刚刚听各位老师说了 实际上我觉得 龚大总言说一句话 我们 无论在多伦多 或者在全世界 在中国做什么 关键是有这个 中华文化的这个魅力在 所以才让我们 不断的有新人啊 或者旧人啊 再坚持做这件事情 关键是这个魅力在 这个地方 而并不是我们在 开发一些什么东西 而是我们在传承 在发扬一些 以前的一些东西 对 说点自己的感受 因为 我自己 本身和我的partner 我们来到多伦多 为了生计是 是有工作的 有自己的事情去做的 但是无论你做什么 你打工也要好 甚至你什么都不做也要好 你对这个文化和精神上的追求 人人都是平等的 我们在这个文化方面 我个人来说 我永远都是小学生 对不对 我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做了 从我们协会成立到现在 我们做了半年 这半年 实际上也没有半年 真正的要坚定兮兮 要做这个协会 要做一些事情 是在今年春节的时候 我看了一场演出 上面有一个这个 穿汉服的女孩跳了一支舞 旁边有一个台湾古增 实际上很简单的演出 但是对我的触动非常大 我觉得中华的这个文化 无论从历史来说也好 太拨大了 太精神了 太有魅力了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 无论怎样 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也满足自己的这个需求 也把这个中华文化 更多的传播出去 我的感受就是这样 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 积极筹办一些活动 像刚上会长说的 就是说除了举办活动 还能做点什么 我觉得举办活动 最关键就是说 要精良 你像如果请这个 王老师和杜老师 过来吹笛子的话 票肯定是一票难求的 像我们今年七八月份 会请这个国学大师 就是北亚讲台的 国学大师利波老师 过来讲国学 那我相信场面 肯定也是会很宏大 我觉得要精 因为要既然要宣传 你必须要做到精良 那我们现在正在排支 这个汉 汉服的舞蹈 那我们要做到的就是 一定要做到最好 这样你才能宣传出去 才能让更多的华人 甚至是西人感受到 你的这个中华文化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你如果说 我很喜欢吹笛子 我水平达不到 我就去举办演唱会 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说 这是我的一点小小感受 但是你推动出去之后 然后我们又有这个新天地 甚至有我们的协会 还有很多很多 多伦多 甚至是各个地区的这个文化协会 在有这样一个平台 那么很多人 我相信这场演唱会 这场那个中华迪运之后 肯定有很多的家长 想让自己的小孩学吹笛 这个时候大家就参与进来了 然后我们也算是 为这个中华文化传承啊 传播啊 起到了一些绵薄之力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途径 应该没有什么错误 我觉得 无论是新天地 还是我们 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困难 肯定会有 但是 只要有 中华文化的魅力在 我觉得会有 不断的人进来 支持我们 包括参与进来 我相信这样的 所以说我在这里我觉得 我就是希望 中华文化能 能无限的悬扬出去 华像文明能 永久的传承下去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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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我们正在做 对 一些文化的传承 对 一些文化的传承 对下一代很重要 其实我们 大家 不断的在做这些文化活动的时候 实际上 也是给我们的下一代 提供了一个平台 让他们能够接触到自己原汁原味 而且 真正接触到高质量的 这个我们的呈现 那么 这样子 潜移默化的 那么在孩子们 始终才真正是 中华文化在传承了 那不是说我们这一代人 在做文化 而是要把它传承下去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 非常重要 中华文化 已经在历史上 已经被打断了好几次 我们自己 从小到大 可能在这个中华文化的 这个学习上 都很欠缺 其实我们在做文化的同时 也是在不断的学习的过程 对于这个 各种各样的 传统文化 音乐 曲艺 以及这个 包括艺经 这些古籍经典 我们都是在重新学习 这真的需要我们重新学习 这里面东西 像一个宝藏 一个巨大的海洋 宝藏一样的海洋一样 是我们任重而道远 非常谢谢Rookie 相信你们的协会 越搞越好 我们以后也可以 继续互相合作 有些讲师可以 一起这个 互相这样子 请过来 或者请过去 交流一下 非常好 对 分享一下 好 我们 Chris 我们就从这边来 一一的来做一下 其实说实在的 在来之前 有想过说要讲什么 但是经过几个老师 宋燕 他们讲过之后 我把以前那个就扔掉了 因为会有些其他的感触 特别是先 首先讲到说 关于中国文化这一块 继续我们协会怎么做 怎么发扬 怎么传承 那我在想说 有三点 第一个困难是一定有的 先不讲说 资金上的一些东西 那就光讲文化这一点 大家讲到中国文化 大家都会想到 叫什么博大精神 对吧 本来博大精神 换一个比较 通俗一点的词语 就是比较难理解 比较难消化吸收进去 像笛子这个功夫 我想没有十几二十年 他达不到 你很难讲说 他是大师水平 对不对 要求什么大师 对不对 整个说我会吹 吹个小曲而已 那怎么能够让大家 不只是在这边的第二代 或者是这边的华人 甚至其他国家移民过来的人 怎么样能够让他们去了解 去认识 去喜爱 这个博大精神 对我们华人本身来讲 就已经有一定难度的这个文化 那本身这个命题 就是一个蛮困难的命题 那讲的第二点呢 是说其实这个问题也不难 还是有很大的希望在 一个是说 有我们这么多在座的 甚至说整个大多地区 整个加拿大 整个北美啊 这些有着华人背景的这个移民出来 那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说 大家都曾经生活在有这个背景的环境中 那多多少少有吸收有感悟 对不对 他会不自然的从生活中带出来一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加拿大它是一个 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移民国家 多元文化 但他本身自己的文化可能比较稀薄 所以说他就像一个海绵一样 大家如果有供应的话 他就会吸收 那很简单 一个供求关系就出来了 我们有博大精神的 我们有足够用 他又比较缺乏 当我们贡献出来的话 那suppose他是会吸收进去的 那就看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用多少的努力 能够贡献多少而已 那其实在座的各位 目前都有在做贡献 已经在做贡献了 在这个供求关系中 有的人可能贡献大一点 像王老师啊 杜如松老师啊 那他全球可能都知道 那贡献大一点 那我们虽然说是有赞助 但是贡献小一点 但是多多少少 我们都有在做这个事情 那所以说我在想说 一方面我们要正视说 我们有的困难 我们个人的渺小 同时也不要怀疑说 整个这个事情的伟大 我们在做一个伟大的事情 那刚才归纳两点就是 一个有困难 但是有希望 是乐观 从我个人来讲是乐观的 那第三个呢 是刚才宋言有提到说 怎么样去把这个 这个这样工作继续做下去 那冯老呢也有提过 说他这个15年16年17年 会想这些东西 那其实我从Rocky那边 我简单跟他聊了几句 他的历程是说 他先有了这个一定的资本 有了一定的这个基础之后 由于他特别喜欢这个 由于他受到了感动 所以说他做了这个东西 那他的困难年可能不一样 他的这个财务方面 可能是有一定的基础 但是呢在推广啊 在文化的理解方面呢 可能会差一点 那新天地这边呢 他可能社区基础已经有了 那相应的这个 人际关系啊 网络啊 各方面的 会强一点 但是在其他方面可能会弱一点 在这个资金基础方面可能会弱一点 所以说在我想呢 可能 两个建议 靠赞助呢 不是 说实在话 然后个人见解 那 不是一个长久的一个 方式 当然 如果有赞助 我们不排斥 还是欢迎有赞助 那这个不是一个长久和稳健的一个方式 那最主要呢 一个是有自己的造学功能 我在想 但是具体 怎么来造 那 因为刚刚在想 没有马上 能想到 希望这个 之后有时间 能够和大家沟通 有造学功能 第二个 刚才冯老有提过 说像 刚才对不起讲 是 是 是哪个 是什么山 那个佛教的 佛光山 佛光山 对对对佛光山 它为什么会 是大集团 它为什么可以 有这个 这么强壮的背景 那一方面 它有 信仰 有很多信徒 那另外一方面 它有这个 像信仰法师的一些明星人物 所以说我在想 说我们 信仰我们有了 传统文化 我们要推广 要发扬 那明星人物 我们不断在邀请 对不对 所以说 物质已经在这里了 只不过看 怎么把这个造学的功能做起来 看怎么样能够达到佛光山的那个高度 那他们是信仰是另外一种追求 那我们其实是另外一种信仰 对文化 对生活的热爱的那种追求 我们同样可以达到那个高度 好吧 那我就讲这些 可能有点 说得好 谢谢大家 很好 那你又给我提示了一个新的方向 我们回来再深入的再聊一聊 Chris 好 我们现在请龚雁文 龚大姐 给我们讲两句 我们多次活动的赞助者 不用自爆家门了是吧 大家都认识 从冯会展开始说 我就开始打炒稿 今天晚上开车来说 讲什么呀 上回都讲了一通 就不能说重复话吧 不过今天还真的有新的东西说 造学功能 这词非常好 然后看看我这方合适不合适啊 咱们我的理解 刚才这个 咱们这音乐家王春杰先生说了 文化的传承 这是主题定了 但是我们附加了一个功能 就是经费的来源 通过这次 专场高水平的集资营业会 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吸引 资金 来把我们这个平台 今后的不是三年 三十年 一百年 给它做下去 这是我们的决心 老爷子八十岁了 我们这些年轻的 都接着包 我还接着走 对吧 有树叶在这儿 站榜直竿 站岗直竿 谁都不可以跑 怎么走 怎么走 第一个我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对不对 演出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说实际我们还有 那么经费来源 我看到两个路子 目前来说 我们的经费来源 主要还是在华人圈子里 赚 对不对 我们所有的赞助商 全都是华人圈子 那么既然我们 这是第一步 先看这个车名 在华人圈子里 那么在华人圈子里 我们可不可以借用 名人效果 找我们中华国粹 国内的发烧友 请他们来为我们捐款 为什么要为我们捐款 我们也是炎黄子孙的一分子 虽然各种各样的原因 阴差阳错 我就拿了加拿大的护照了 但是我三个儿子 仍然是中国人 我们的根仍然在中国 所以请你们国内能能 把血脉相承 炎黄子孙的血 血浓于水 给我们灌一点血来好不好 这个造血功能的一个分支 向国内民众求援 国内大款很多 找他一两个发烧友 你支票一开 我们再开两个人员会 开始了 好 国务院 求拜 可以向他们伸手援助 我可以拿出我当初 中国人民大学讲师的身份 我说保不定哪个熊 就在那当个什么官 我出面求他 求你援助一下我们海外华人 因为我们海外华人在这里 我们不单单单享受加拿大的福利 我们真的也在做 传承我们中国文化 我们所能做的 请你支持我一下好不好 开口要 要不然也没什么不好的 No Nothing's wrong 好 讲了句中文 所以呢 这是讲到资金的事情 那么讲到这个 这一场演出 我们这个中华 新天地文化中心 我老想叫那个老人协会 新天地文化中心 所以这次呢 在6月6号 面包风节 我很有幸 在Stream World那上面 那个富伦社 我是他的会员 成员 他就把一个很漂亮的一个 打听给了我了 说你去把你们中国人弄去啊 所以我们借着这个平台 我把新天地拉过去了 也想利用这一个平台 我们打入主流社会 凭着这个主流社会 这是我们的砝码 回去跟博物院跟乔班要 你总不能让我寒寒酸酸的出面 显示我们中国文化吧 请你给我装备装备 我们的砝码 所以下次你们开理事会的时候 邀请我来一块出出主意 我只动动嘴巴 你们做事啊 我把我的 那么另外当年我给 密西萨加华儿艺识团提过 我说老张你们这场演出 一定将来要进到 Livine R Center 果然 后来五年以后进去了 跟我说Nelly 你的梦想 我们实现了 那么今天这场演出会是第一场 我是希望今后 每年 我们华人社区联手 刚才宋元文说谁做 我说我出面 我爱家求你们 华人艺术团 新天地 还有什么洋洋舞蹈协会 还有一个 清华那老先生叫什么 老两口 你们大家挑出我们最精彩的 早早的把令人二生成 一年前就给他报个号 我们一定要打向主流社会 所以节目双语翻译 中文英文 中文我们基本不用翻译 我们看得懂 英文给他翻译 给他英文报场 我们要真正的打入主流社会 另外下一项向主流社会要钱 为什么不 我们要不行 刚才他们写的都是 我跟你实际的 我们办系列讲座 为什么办系列讲座 多少洋人他要到中国做生意 他搞不明白 我们也要教育这些洋人 我们中国文化 不是单单停留在我会用筷子上 知道吗 我们的中国的筷子 是在聚餐当中最讲卫生的一个工具 为什么 真正的用中国筷子 你吃东西的时候 你的嘴是不可以捧筷子的 只是动食物 有多少人知道 我们中国人都不知道 我 好在我是北农达食品系的 就在那一点我研究上 我比你们高一点 我可以说得出来 是吧 我是阴差阳错理科生 现在卖保险 但是我真正热爱的 还是文科 我们文化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教育洋人 来认识中国文化 谁的责任 你不能等他自学 他学不懂 一定是我们 责物旁贷的责任 我们来做 说向国内求救 向洋人收钱 我们钱就有了 还有一个月 课程 有精深的 我们中国人懂得精深一点 给鬼朗呢 比他还讲太深 就是什么 虽然罗大他也 他也就 给他叫浅长 两种课程 我会让大老师 我把他紧张啊 说得好 这些都是好点子 给你留着 这弄弄给你留着 没事 我都录下来了 所有的都录下来了 我回来把它整理一下 以后开理事会的时候 我们要请康大姐 一块儿加入 我们好好伺候一下 尤其关于 以后筹钱的这些问题 好 我们现在掌声留起 我们的黄伯毅 别忘了 给我们讲两句 谢谢 黄老弟 你必要的钱 你就用英语说 多数人来 多数人来 是的 如果一个人生成了 在加拿大 有没有办法 我能够表达 我真正的感觉 我真正的感觉 这些人是做的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 社会 Sentendi 开始从总统 我从总统 从总统 我从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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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得好 我从总统 你认为 我变成了 一切 他的社会 我认为 我认为 他认为 我认为 我认为 他的想法 向上 从总统 中国 去 中国 中国 我认为 我认为 今只是我的家居 但我的血和我发生,我的身体全部都是中国人 然后我从来而 I们都不知道太少 四何 Dia做的 我没有知道何中国是这样的 中国是一个大陆大陆的中国 美国之间和文化 它们对很多年代的中国 我认为人们在加拿大, 人们像我来到这里 我现在有没有知识, 我们都会知道更多 年后年, 因为大家在做的事情 我听到大家的朋友们, 大家在心里 都会说的心, 从心里 不从心里的表情, 从心里的表情 但是要去做的努力, 提供金,提供金, 提供所有的良好方法 从中国到Canada 我承认你,我承认你, 我承认你,我承认你, 我承认你, 我承认你很努力, 我承认我做我的好方法, 我承认你来自我承认你, 我承认你, 我承认你,我承认你, 我承认 stole你的钱, 而我承认不了神学! 我承认你方术会 UEора 你承认我是地宵有社会, 我承认我ท rho��乡忠受 要 прод죽的比较 我承认 pastいます 我们要继ent家什么 job 付款早 yang PRIVI 支持這麽美麗的社會 謝謝 好幸運 黃伯毅先生 看來我們進軍白人市場的計畫有希望了 黃老認識很多加拿大的朋友 黃老的公司很大很大 我昨天去了 和白人的接觸太多了 黃老是一位業界的成功人士 同時又是一位非常熱心的人士 而且同時關注我們的中華文化 是如此的關注 是發自內心的 發自骨子裏面的熱愛 非常令人感動 所以為了您 我們也要繼續做好文化活動 好我們現在請我們的社區 我們的重要人物 周四分報 鮑黃瑞芬女士 多次支持文化中心 並且在多個組織任職 對 在很多的這個有名的組織 像United Way 這樣子的 像皮爾區龐仁夫中心 主席 那麼請你給我們講兩句 謝謝Helen 各位朋友 說到中華文化了 我就是 不是我的強項 但是呢 數年以前 我也 教過老愛 中國文化 下次我就知道了 Nelly I will hire you 我來到這裡 差不多四十年 小時候我想課 也是全部用英文的 到我中學的時候 我要花了一點時間 在法語方面下 所以我對中文文化正式的 沒有太多的意思 只可以偏偏老外 我很高興 聖天地文化中心 給了我們一個平台 應識中國文化 就像過去新春的時候 我來這裡 像宋老師 學習新年的起源 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爸爸過世了很早 所以我也沒從他身上學了 什麼中國文化 他也很忙 對我的孩子來說 我希望以後有機會 我帶他們來學習 因為真的 我覺得中國文化 就像一個很大的保障 要我們自己萬萬萬萬的 過出來欣賞 謝謝你教導我 怎麼去欣賞 中國的音樂 藝術 武道 很多 以前我 雖然我來到這裡 差不多四十年 但是 我很少參加中國的寫區窩凳 但是 密使最近十十年 真的 我們有很多的領袖 像冯老師 像其他的 就很不願 那我就有機會 可以參與 漸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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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 試試 我希望你們繼續努力 知道前面是很困難 但是我們一起來努力 好嗎 謝謝 謝謝 祝祝你們 一月未成功 謝謝 葉老師 王老師 還有 我們就要接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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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gen 從小在這邊長大 他的CanadianFriends 加拿大的朋友 也真的是很多很多 而且他又是社區的活躍人物 非常的有交集能力 他有他帮助的话 我们这个进军白日市场 也不在话下 还有我一些是不懂普通话的 都是在这边学 在这边我们汉颜学会的 负责人王瑞兰老师 是这个抱皇瑞芬女士的 这个老师 他们在学普通话 这个很好说的很好 鼓励鼓励 好下面我们请 我们文化中心的理事 然后本次我们音乐会的赞助商 韩晓萍在VC贷款经济 曾经每天忙得一塌糊涂 今天有时间来给我们讲几句 谢谢 说起来文化中心做理事 我也很惭愧 因为付出的太少了 那今天确实我是很忙 每天基本上觉到我睡的时间很少 所以很少来这里 但是每次来一趟 给我的感受就是 我们的改变 因为我不常来 所以我看了改变 就看了比较多 那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说 关于文化活动的 搞的文化活动的进步 那我清楚的记得 上一次我们搞 就是这个古增 古秦古增议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 因为也是第一次搞大型的活动 送压压力也特别大 那会长各个人的压力都很大 然后我们历尽千千万苦 把这个事情搞好了 搞出来了 也创出了名气 那么这一次呢 我一看我们搞这个笛子这个音乐会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大家在这个整个运作方面 没有那么紧张了 然后呢我们也知道更好的办法去筹款 怎么样去做宣传 而且我们的场地方面的选择的话 会更提升了一步 那么也是源于我们这个 就是每一次的经验提升 所以我感觉我们的文化活动会越办越好 那每一次都会有一个更上一层楼 所以刚才呢 各位大师各位老师也都提出来 就是说我们以后办一些更精良的活动 那我相信这一点我们会做得更好 然后呢就是这里头就特别感动的就是 我感觉我们这个活动办的真的是越来越精良 那每一个人包括詹妮啊 王老师跟那个叶老师 这个水准都是不一样的 以后会会 我希望我们能够多举办这些活动 然后给大家这个平台 然后向这个社会介绍我们这个活动 那关于那个就是推票的活动的话 刚才王老师提出来 就是这个微信的这个魅力 那确实我也是 因为我是做贷款的 所以我们包括做地产的同事啊 同行啊 我们利用这个微信的平台 特别有效果 所以呢我希望就是送向上看看 准备一些微信方面的东西 我们把它发出去在各个群里头 这个会在这推票方面会有更大的帮助 然后呢另外就是感谢 只有老人 冯会长 感谢他的付出 他这个就是从这个创会 那一直到现在 80岁的老人 那可以看出来他的热情 然后他的付出 感谢宋月儿默默的付出 宋月儿付出了太多的时间 跟自己的精力 那举办这个活动 我一点点小小的赞助的话 就是什么也说明不了什么 只是说希望以后呢 我也能多给文化中心 多做一点事情 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和今天的时间 好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 小平说得很好 很真诚 我们文化中心凝聚的这个所有团队的这个成员呢 都是有一颗真诚的心 这也是我们大家 彼此在一起合作 非常愉快的这么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给大家介绍一下 刘彰辉是我们文化中心 区域学会的负责人 他是多伦多话题团的演员 也是多伦多群众现场传社的演员 那么他也是我们的负责人之一 我们的团队成员之一 非常高兴有这么多好朋友加入到一起 一起来做活动 真的很开心 对好 下面我们有请昆蓬国际金融的副总 Andy代表孙晓明孙总 来给大家讲讲信 好 谢谢大家 我代表昆蓬国际公司孙晓明 来参加这个活动 我是他弟弟 是 是这样子 我呢 移民到加拿大来时间不长 但是我有幸的刚移民过来的时候呢 我就第一次参加的音乐会 就是王春杰老师的那个 笛子独作演员 笛子独作演员会 对对对 音乐会 音乐会 对 那次我感觉 因为我是对这边以前有一点了解 但是过来之后呢 真的感觉到 杜伦多这边真是藏文卧虎 就是我们国家一级演员 那个王老师在这演出 我呢 当时的感觉 因为平时听笛子演奏会嘛 就是在国内偶尔听听收音机啊 看看电视啊 真正的身临其境的现场的听的感觉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也想 如果是有幸的话 就是再多听机场 然后以后也会向大家去推这样的一个 这种感觉 现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说起来 中国文化的这个传播呢 前一个月 我听了一次 台湾的国学大师王才贵 对 在这边的一次讲课 他当时提出了有一个观点 就是 我中国人嘛 还是要以这个四书五经 从小开始教育 说你不懂没关系 你就让他学 让他去背 你也不要给他解释 因为我们也解释不通 很多东西我们也解释不通 即便是说学了很多年了 你不能完全解释出来 这样子呢 就会把他这个 那些东西深深地印在他骨子里 等到他大了以后 二十岁以后 三十岁以后 四十岁以后 不断地 让他慢慢体现出来 那种中华文化的东西 才会慢慢地 在一个人的身体 就是表现 整个感觉能体现出来 所以我想说就是 只有这个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有这样一句话 就我们把自己的东西 一定要坚持下去 说话说回来 我移民过来的时间 大概不到五年的时间 然后我儿子从那 现在慢慢长大了 他来的时候是一年级 现在上六年级了 但是我感觉他呢 我就有意识地去影响他 我不想让他再 回到家里再说英文 刚开始来的时候 我确实担心 因为他在小朋友里面 都是说英文的 偶尔有几个能讲普通话的 我感觉 我怕他会自卑 没有办法跟同学去交流 我就鼓励他去学英语 我陪着他一起看动画片 陪着他一起去阅读一些个书 我自己也在学 但是呢 等到三年级 四年级以后 我就发现 他们的同学当中 都可以讲中文 我跟他同学在讲中文 都没问题 但是他们互相之间 从来不讲中文 我就感觉这是一个问题 我就 他们都是华人小孩在一块 都能讲中文 但是他们互相之间交流的时候 真的是不讲中文 我就想 我说 无论如何到家里 一定要跟他们讲中文 本身我爸爸妈妈也在这边 有一个很好的教育 我在家里偶尔都 自己练毛笔字啊 去听一些个 拿一些那个古代的那些书来给他讲讲故事 陪他看西游记 我感觉这个 我觉得就是 这边长大的孩子 要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 本身我们的黄皮肤是改变不了的 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 你没有任何中国人的东西 我感觉这个是非 给大家感觉是 你是一中国人 但是你完全西化 那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感觉要慢慢慢慢地去引导 出门这一代到下一代 甚至再将来更远 好 最后呢 预祝本次的演员会 圆满地成功 谢谢你 谢谢Andy 看得出来Andy也是对文化有深深的这个热爱的这个一位人士 在家里还要写写毛笔字 看看这些传统文化的经典 这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这样去实践的去做的 因为我们这个被文化几次断层之后 对真正的传统文化其实理解的并不是很深 而每日就被这个琐碎的生活忙碌的不停 所以真的应该给自己留出来一部分时间 每一天 静一静 然后去品味一下传统文化 是很有必要的 另外孩子这个学中文的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的严峻 我们文化中心有一个汉语言学会 那么也是 就是为什么要专门设这个学会呢 就是因为看到这个孩子们 这个中文方面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 让人觉得很担心 有朝一日他们就真的人自己的语言都说不出来了 长着黄皮肤 但是又不会自己的 本民族的语言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 你想了解中华文化 没有语言的桥梁又如何去了解呢 真的是非常严峻的一个任务 好 我们以后开会也会请你来参加 好 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赞助商 show case printing的 Wendy 朱 温总 不是 朱总 给我们讲几句 那个 大家帮我讲了很多话 我呢 其实本来没有想到今天来会讲什么东西 但是确实听完了以后呢 是有一些感受 从那个 就是第一位先生 他叫什么呢 Rocky 他讲的时候我就 其实宋明讲了这个会长讲 他讲我就心潮澎湃 就很多东西 现在点点滴滴 不知道从何说起 那么 讲哪儿 上哪儿 他讲了以后我就 有一种 就是有一个旋律 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回旋回旋回旋 其实我呢 从小就非常喜欢舞蹈 非常喜欢音乐 可是 因为私人帮我打台以后呢 必须要上大学 你就不能再学那个东西了 所以我妈就不能逼着我 不可以再跳舞了 你不可以再学行吗 那个东西不能吃饭的 然后就只好读书里话上了大学 但是我真正的内心 我真的非常喜欢 非常热爱 所以到了这把年纪之后 才开始去压腿跳舞 在 华英艺术团的春节晚会上 你看那谁跳的舞最好就是他 谢谢龙贵 谢谢 那个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种舞蹈啊 音乐啊 艺术这些东西 就刚才他们讲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旋律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 就是什么呢 心若在 梦就在 什么 天地之间还有爱 就是那个刘焕唱的那首歌 所以那个旋律 我用我嗓子不好 我不爱唱 我也唱 我怕她要笑话 但是那个旋律就真的一直在 我有一个特点就是 受到一种什么东西的这个冲击感动之后呢 我的脑内就会有旋律 就会有很多很多这个音乐的与会 就在我的脑内就晃出晃出 就一直就抹不去 所以刚才一直就在我的心中唱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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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是有一个很好的歌后 我一定唱给大家听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这感受从哪来呢 真的是受到了他们的这种 他们的这种心声的这种冲击 因为做这些事情都是volunteer 都没有钱的 那么他们完全是靠着他们的心 就是follow your mind follow your heart 完全是他们对精神上的这种追求来做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这种感动 那么感动至于 我又听到他们说了这么多的好主意 真是大家是那个什么 有钱的出钱 有钱的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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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喜欢舞蹈 是的 不管是杨绮萍也好 还是金星也好 我肯定 我一定 把那样的大明星请过来 对对对对 我一定赞助 不管是舞蹈专场也好 还是说音乐会也好 还是歌唱家也好 什么我一定赞助 因为这也是我的喜爱 所以我也follow我的 heart follow我的忙 我也做一点我喜欢的 很像松眼一样 那么刚才那位先生他讲的 那个王才会教授的那个演讲 我也去了 就在那个 那我去了之后呢 回来 我跟我先生一起去的 我们一直在考虑 就是中华文化这个传承 给我们这个下一代 我有一模一样的感受 孩子们在外面讲英文 回到家里 也讲英文 那我就不 不可以不可以 回到家里一定要讲中文 这是最最起码的 但是剩下的还能多做点什么呢 也是我们作为一个 individual的家长 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那么最近我的孩子 中文学校呢 开始读经了 开始读论语了 这个东西我都没读过 这是我也 没什么不好意思 我们那个时候学习 真的是没有读过 那这个中华文化断成 在我们身上 就是这个很明显的体现 我们都没有读过四书五经 我就记得小学 一名一读的课程 毛主喜欢谁 那么我女儿开始读论语 那么老师说 不管他懂不懂 你就让他读 你就让他听 反正先给他灌进去 这个东西就让他听 就是你读经典 你听经典 你让他听古典音乐 你不要问他听懂了没有 不要问他的音乐里描述的是什么东西 你就让他听 这是一种熏陶 我想那么听音乐也是听 这个东西也是听 那就试试看吧 最开始我跟我先生带着很大的疑虑 就是说 这个孩子能学吗 这个诺音语 大学 中庸 哎呦天哪 他真的是跟着这个东西读了几遍之后呢 现在 我不让他听录音 就让他自己看着读 他很多段落都会了 还有很多孩子比他读得很好都会背了 但他也在他个人的水平基础上进步了很多 这是让我们觉得很惊讶的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我就有一点体会就是说 这些我们中华文化 我们讲博大精英 这种东西传承下来的话呢 对孩子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影响 这些东西 他有很多的精髓在里面 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领域的语言 叫做他有很好的频率在里面 frequency 能量 所以呢 字面上的东西 他可以顺着证读下来 字面后面的东西 逐渐逐渐的就顺到他的血运里面去了 所以什么 与朋友交 言而无信乎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慢慢慢慢的 就会影响到他的生活 他今后 现在十岁 以后二十岁三十岁 等到四十岁 五十岁时候 他可能开悟 再想起来 看到哎呀 我小的时候 曾经读过的那一句话 哇 这就是人生的领悟 所以我就觉得 确实我们中华文化太多的东西 点点地都需要我们去学习 然后怎么传承 那么我真的是觉得 新天地文化中心 确实这个平台 打得非常好 而且我也看到这些年来 新天地文化的中心的这个成长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和今天来的时候 你看我们现在的队伍成长得越来越大 然后越来越丰富 这个地方一直有一个东西 让我非常非常喜欢 就是这个 心若在 梦就在 天地之间有真爱 因为有这个爱 因为有love 有这个频率在里边 我们有热情 我们有激情 我们有感动 所以我们才会做出这些事情来 才会让我们中华文化 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 所以我真的是 我每次来我就要看这个看久 我也是随便付合 有点感想就发了 谢谢大家 问题是 我这个字的触动很大 上次在这边做讲座的时候 也是要特别指出这个爱字 他说的对 那么在给孩子们 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时候 可以先灌进去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frequency 有一个场 有一个 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在 它并不只是读几个字 或者读几篇文章 在你读来读去 读着之后 那个东西的影响 其实是从古人那里 传递到了你孩子的身上 就像有些人 他们在抄写这个 《班尔波罗密多心经》一样 每抄一遍 他都会净化一遍 都会安静 宁静地去体会到一些新的东西 或者是说处理掉一些消极的情绪 这就是一些经典 一些非常宝贵的 我们传统文化的这个作用所在 其实是很大的一个保护 这个文化其实就是生活智慧的一种结晶 那么我们的古人 其实将很多的这个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现象以及矛盾冲突各个方面 包括上至这个宇宙 下至这个人文的各个方面 都总结得非常的精辟了 那么我们何不去给自己点时间去学习一下 古人的智慧 古人这个看问题的方式方法 并且来指导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生活里面 去更好地去生活呢 好 下面呢 我们想请多伦多话剧团的团长 编红利 编团 给我们讲几句 编团奖 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非常坚持不懈的做着这个画剧艺术的推广 推广你们画剧团吧 画剧艺术的推广 每年一部画剧 非常的不容易 做的是一场比一场精彩 那么今年我看到的这场相当的精彩 给我们讲一下你们的感受 非常谢谢那个宋燕 还有冯会长给我这个机会 跟大家讲两句 因为大家之前呢有几位讲的都非常的好 我也就不再重复了 因为呢 我们画剧团呢 就是也是新天地 这个文化中心的受益者 这么多年的演出 都会都在那个冯会长的支持下 很圆满地在Miss Saga 呈现了我们的舞台剧演出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非常感谢那个冯会长 还有宋燕女士啊 那个对我们的付出 另外呢 就是 这个王春杰也是我的师兄 因为是我们是一个艺术学院毕业的 他是音乐系 我是戏剧系的 他也是我一个崇拜敬重的一位艺术家啊 所以呢 我师兄他那个搞的这个音乐会 我一定会全力支持 另外在这里呢 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画剧团 我们画剧团呢 也成立九年了 明年将是我们画剧团的十年大庆 所以今年呢我们将会在九月末的时间 也会到Miss Saga再推出我们另外的一台舞台剧 希望大家关注我们 谢谢啊 咱们大家都鼓掌了啊 资不支持 好 今年九月份 多伦多伦多话剧团在这演出 咱们一三间演出 咱们大家得每个人最少得买十堂票 绝对 绝对的 现在可以提高了 现在其实国内非常流行画剧 画剧表演的票 每一场都被抢购一空 他甚至烧过了明星的演唱会 甚至那些大明星大外 他们都得到画剧团的画剧的舞台上 去展现一下 去表现一下自己的实力 因为画剧它不可以卡掉重来 它都是真功夫 它是临场的这个发挥 那多少的经验的积累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十二年 十二年 我们十年就该 我们得十二年 我们都特别佩服别无力 他坚持十年了 不容易 所以说 大家一定要支持他 把画剧搞下去好不好 好 我插一句话 不好意思 关于编老师这个事 就是说 我女儿呢 我两个女儿 一个是十二岁 一个是现在七岁 那两个小孩 那大的是六岁来的 小子在这里生的 然后呢 两个孩子 我每次都试图带着他们 去看一些中国的 这些演出啊 各方面的 包括春节晚会什么的 他们两个人都从来去了 回来半场 要不就睡觉 要不就抱怨 哎呀 给我急得不行 后来就是 那一年 我刚过来文化中心 然后也是 编老师的话 就要演出 谁在打劫 那个 后来冯会长说的 你要支持 然后就说 你要买时尚票 我就买上了 买上后来 因为我也不知道 是什么水准 怎么样的 也不知道 给客人会不会合适 后来我就跟我先生说 我说 你带上孩子去看吧 因为我太忙了 我没时间去看 然后呢 回来这两个孩子在车上 兴奋的 不行 然后每次在家里头 实际了好几个月 就是跟我 找到那里头的演出的别人 我说 这个选手会这么好啊 后来就是说 我才知道 就是说 你们的实力 真的是很好的 应该更好的推广 所以以后 如果有推票的工作 我肯定是大力支持 对 对 对 延传身教 化线演员在舞台上 这些这些话 精心设计好的台词 真的很有这个震撼力 和这个这个 还有这个引起孩子们的 这个模仿 是非常重要的 对 我儿子看那个小苹果 也是回家要模仿 刘仲辉唱着小苹果 在这个 谁在打劫的这个舞台上啊 爆笑 大家 全场的爆笑 非常好 哎呦 编团 真太佩服你了 这个 这个艺术方面的 这个领悟力 以及这个设计能力 真的是超级一流的 我觉得国内的这个都比不上 你这个这个话剧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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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个团队的一个共同的努力 对 把你靠大家来表现 对 如果从这个选材上 我就非常佩服你 每一次都是选的非常好 体财这个故事 今天9月份 我们会换一个风格 我们今天会推出一部喜剧 哦 一部喜剧 我先订票 哦 好 好 那边 你再介绍一下 今天呢 今天9月份呢 我们会 今天我们9月份会推出一部 那个新的 是一部 清喜剧 呃 它 暂时的名字呢 我们会定一个叫 呃 给我一个大明星 就描写一个年轻人 呃 它从一个助理跑跑堂打杂的人 然后呢 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歌手 你知道吗 唱唱歌剧的 中间呢 有很多误会 笑话 发生 就是那个 这个故事呢 呃 非常有意思 很轻松的一个主题 啊 另外呢 我刚才也 那个忘记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 呃 我们话剧团呢 是新天地 那个这个文化中心的受益者 但是呢 就是今后我们话剧团 在密西萨嘎的 所有演出的那个 这个票务收入呢 我们都会捐给新天地一半 哎哟 谢谢 因为我们都是这种非劳力的组织 都是弘扬中华文化 所以呢 我们要相互支持 相互的扶持 才能共同前进 好 谢谢 谢谢编团 谢谢 谢谢 他们看着 那个 我们那个 牛转胡 哈哈哈哈 哈哈 银行经理 银行经理 好 谢谢编团 非常有力的一个支持 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一次合作 我们通过这个合作 彼此 交了朋友 并且共同的这个 推动着 共同扶持着 一块把这个文化做下去 坚持住 呃 其实是非常有益的一件事情 我估计到我那个 可能 呃 那个要写墓志明的那个时候 估计觉得这是我 这辈子做的最好的一件事 最重要的一件事 嗯 太早了 太早了 好 现在我们请我们这个 我们的理事国家川 他是 Lopa International Lopa这个 这个Toronto公司 货代公司的总经理 也是老板 给我们讲两句 其实没有很多讲啊 刚才 呃 很多人都讲了 的确有好多的感触和那个 启发 呃 文化中心呢 其实做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就把那个我们的华夏文明啊 华夏文化传承到这边来 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啊 我们的那个 无论是白人还是黄人 只是来的先后不同 来到这块土地上 谁比较 有生命力 谁就会在这里绽放 那我音乐呢 是文化的一部分 文化呢 是精神的一部分 那华夏精神 我是希望能在这块土地上一直的盛开 翻延下去 所以呢 那个涓涓系流汇城大海 那个会长啊 宋燕啊 他们开了一个头 然后咱们就交引了 然后现在有更多更多的出色的人才加入 像杰尼啊 像杰尼啊 王老师啊 叶老师啊 还有内力工啊 还有边团长啊 所以呢 这个是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的确是我们所有人的事情 所以那在此呢 我真的蛮感动的 跟着会长一起去跑 那个赞助 那个 就这样非常非常多人的支持 大家都不容易 在一个新的国家生活 非常的不容易 在这个时候还拿出自己的钱来支持 这个 真的很让人感动 然后呢 我也希望呢 就是说以后大家多多支持文化中心 然后多多的参与 让我们那个 这个文化能够真的在这个地方 传播开来 发扬光大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郭亚琛 又出钱又出力 他真的都做到了 小谷对文化也是非常有研究的 他对历史 对于各种这个传统经典 自己 不光是自己研究的很深很透 那么另外也是对孩子的教育上面也抓住 他的孩子 可以背诵非常多的段落的这个 像大学的永中佑孟子 这些 从小就培养 非常的厉害 所以小谷 谷亚川是我们教育学会的负责人 也是电影学会的负责人 然后也是身兼重任 然后对这个各个方面都很有研究 那么他也在文化中心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带头人 也非常感谢小谷的这个 这个辛苦的奉献 跟这样的好朋友在一起工作 真的非常开心 再说一遍 好 我们现在 再有请下一位我们的贵宾 就是杰克佳 陪你了 我就是说两句 你到这来说 难得那一次 跟你交流的机会 我第一次跟宋燕 把人跟名对上号 是说 他说你给我搬一下凳子 对不对 他在那天一个竞选上 后来他知道 然后因为我是经常收到 我收的应该收到的这些 这些email吧 最多的是政府来的 因为我们都订政府的 再下来的 就是宋燕过来的这个email 确确实实呢 我觉得新天地这个文化如新 在社团里面是非常非常活跃 每个月 就是说 每周这些讲座的一些稿件 非常好 但是就是说 提个小小建议 然后太长了 报纸非常有限 就是说给一千字 然后再给个图 已经是很大很大的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只有放在网上 但是你们做的一些工作 非常好 从这个 从这个 讲座 就是特别各种各样 讲的电影 电视 对吧 然后还有 还有他们那些国学 这些 这些我觉得非常好 所以说 我给你们这个 点个赞 就是说 我希望这个 因为冲杰这些都是我们好朋友 我还有许儿这些 所以说 我希望这个 我会在媒体上 给这个活动 大意推广 好 好 谢谢Jack 谢谢媒体 对 谢谢Jack 也谢谢我们所有支持 我们的媒体 我们想请 《江华时报》的编辑 石进也给我们讲两句 《江华时报》对我们支持 非常的大 经常是整版整版的 灯 我们文化中心的 活动报道 我也真没准备 我看大家都讲得挺好 实际上 这个刚刚 不好意思 Jack 这样 我您最清楚 其实爱写的人 其实不爱说 真的是 也可能就是说 低头的时间太长 台头的时间太短 真是这样 但是今天特别兴奋 因为什么 就是我没想到 到了多伦多 我能见到 就是平常我想象 都见不到的 比如说王春节呀 什么夜来呀 这都不说了 这都是说 还有包括 刚才什么兵团长呀 我以前是在 以前看的就是 当时我是看了 第一部话剧 是那个婚姻法 这个对我感受太深了 因为这不好意思 我当时那年 这个来了加拿大 我心想 这加拿大能有什么 好话剧团 当然这么想 然后当时这个 我在国内是 因为我还没有退职 所以呢 这个报社名字为不便说哈 好来这个江湾时报呢 是因为当时那个邹总呢 他刚开始启动 需要这么一个人才 就是让我帮着他写 所以刚开始我是帮忙 后来呢 就说这个有一个 这种话剧 说让我去看我 当时还有点不情愿 因为当时我一个小baby 老二号的这样生的 觉得挺闹腾的 还得抱着他去 然后说呢 就带上我妹妹一家人去吧 去了以后呢 没想到哎呀真的是太棒了 然后我妹妹那个孩子 就哭得一塌糊涂 她当时15岁 因为我妹妹 就是自己家里的一个小隐私吧 就是妹妹和妹夫那时候正搞离婚 也是到了 你说新移民 到了这儿以后 这个家庭变过哈 就就是真的是挺震撼的 而我在2011年写的小说 就是关于移民生活的啊 在网上呢 这个大概是中篇小说啊 这样的 来人想想这个移民生活是挺苦的 但是在一看您的话剧以后 哎呦 我当时就有一种冲动 我还跟周董说了小说不行 就把这个小说编成话剧 就真的有这种感觉啊 就接后来呢 然后我真的是觉得 这个这个人才积极哈 后来我自己本身是一个 特别喜欢这个文化 也是喜欢唱歌跳舞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呢 家里爸爸妈妈都是不对的 那就更严谨哈 就是你的任务就是读好书啊 我父亲甚至原来建议我去 就是说去考历史啊 小的时候说的那个 好像挺爱写 挺爱挺爱读书的这么一个孩子 说你将来将来去看历史 但是我就就就就就喜欢文科 就就就就就学了新闻 那么这样子呢 以后呢 我在国内是接触了也不少这种 就是我们所谓的大家 大家式的人物哈 到了多伦多呢 呃 我也没有想到这么振奋啊 能能见到这么多 说句实话 这么这么有成绩 而且有这么谦和的人 我真的是 然后自己办也也有心 我办了一个在哈密顿 办了一个叫少儿艺术团 叫金色阳光少儿艺术团 那么办这个的时候 我怎么认识的冯会长 这就拉到这个新天地破坏中心了 这么一个段 然后呢 就是这个走走就说 哎 这你大家的活动搞得非常好 你去去去京 我当时就是抱着去京的态度 认识了冯会长 认识了宋燕 然后认识他们以后 觉得真的是 觉得哎呦 成功的人 真的还是 内心都是非常 怎么叫谦卑的哈 你看冯会长 真的 我虽然看上去很年轻哈 我一直以为是六十来岁 但是大家就说八十岁了 我 就这种精神 真的是 哎呀 我觉得真的是要学习 然后宋燕这种奉献 两个孩子那么小 我说呀 叫我我受不了 就这种 这种 这种 哎呀 就挺感染我 真是很感染我 然后 那个 后来认识叶兰 叶兰也是 你说 我看了她的音乐会 就是当时 这个宋燕 他们正在为 我觉得宋燕和这个冯会长 在这个推新人方面哈 也真的是 不予以利哈 因为他们这个体现 就是说来宣传文化 那么宣传文化 不就是靠了这些 你爹拉一帮的 就说人家这所谓的 刚才我们说的是金粮 我们叫细粮哈 就把它 打到那个 咱们说主流社会 原来能有本事 来干成这件事 而他们也在后面呢 做了一些 就是说我觉得是一个 伯乐做的事情 你比如说 我们当时就说 什么一个鼓僧的演唱会 宋燕的所作 真的是 我也非常感动 包括这个 冯会长呀 怎么去 就南冯宏当时有个采访 是我去采访的 那实际上 我当时也不怎么认识 后来这个 就是他做的这种工作 我觉得他做了一种 就是说他这个文化体系 不是说光靠 当然是我们说这个 王老师呀 叶兰呀 这个编团长呀 等等这些 比较咱们说的 大师级的人物 还有些 其实是 可能还是 我怎么说呢 就是小和财 不尖尖角那种 实际上他们也有一些 一些 一些怎么说 才能需要人去发现 需要去 包括您这个跳舞的 就真的 就是说这个文化中心 起到了一个搭桥的作用 起到了一个平台的作用 那么 我很振奋 我就觉得 哎呦 这个 我从这里面学习了很多 然后今天来参加这个新闻会呢 我一听 是这个 这个 这个 王老师 这个杜老师 我不太清楚 我就马上先 先 马上 上上 查了资料 我说起码 我来参加这个新闻会 我应该做一个负责的态度 我起码知道 这个人 是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角色 什么样的一个背景 是吧 然后我做了一些功课 但是我没想到我要讲话 这真的是刚才 就大家一讲以后 我也特别振奋 然后那个 王老师一见 特别特别谦和 包括叶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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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叶兰的时候 我也没有把他当成什么一个 什么家 带一个家字 我就觉得 哎呀 我认识了一个 搞音乐的 实实在在的 这么一个音乐人 就是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到了这儿以后呢 说句实话 虽然很兴奋 也见到他们 也没有 没有那个胆怯 没有说我见那个 比如说前一段 我去采访那个音秀媒 我还多多少少觉得 是家 这种 但是我真的没有 就是好像这个距离 这个新天地 给你搭的这个平台 特别好 就是你没有这种 生疏感 你真的是 很自然 我一来就跟王老师说 快快快来 咱们俩照照相 王老师可能身份 还没给我搞清楚呢 就是这样子的 记者就有的时候 见份插针这样子的 就有的时候 不太露脸 但是 就是能插的地方 还要插一插 因为编老师 那个 这个 这个 叫什么 话剧 我是看了 这个婚姻房门以后 后面我就接着看了 但是那个 那个谁啊 就是当时我们 那个邹主编就说 你说你去采访采访 哎呀 我说这个 这个 我们这 我就连邹主 邹主编给贬了 我说我们这小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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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什么 那个 这个人 咱们是不是比 比过过率 咱们从这个 小河 踩路紧紧角 这个再往上 再走走 然后就是 这回可以了 我今天来呢 说句实话 我们是 真的是为这个 主题 这个 这个 音乐会 来 来 本来是说 这也是主题 但是大家 刚才虽然说 多谈点文化 那我们就拉了这一些 实际上 每个人 我也看出了 真的是 就血脉流的是 这个中国人 这个这种血 他不管你是老移民 新移民 实际上他 多多少少 都是在 在使着那么 那么个劲 那个 从 那种话剧 刚才那个 宋燕也说了 那么你说 这个话剧 这么精华的东西 在我来讲 真的是 我觉得太难了 你包括那个金星 他说了一句话 我原来采访过金星 金星说过一句话 他说你 那个话剧的 为什么 包括刘小庆 也非要走 话剧这条线 为什么 就是说 这话剧啊 它真的是 就是说它一次成型的东西 代表人的水平东西 所以我觉得在多伦多 在能 哎呀 遇到这么多 大师级的人物 首先自己对这个中国文化 这个传承啊 就是这个 这个特别的有信心 然后又遇见了这么多 默默无闻的 包括宋燕 这个就当然冯会长啊 包括这些 这些赞助商啊 还有这些文艺爱好者 这些工作 我觉得非常有信心 然后刚才 有一位先生说了一个 就是我们学会造学功能 我赶快的在我手机上 就打下了这四个字 我觉得真的是 非常好的一个 这个非常好 你想想造学 然后造学这个 刚才又这个 宫女士又讲了讲 又把这个给解释了一下 我觉得真的是很好 我觉得现在我们 这个就是 撇开这个 这个 就是远的不说 就是我们从个人做起呢 作为我 实际上我就是一个 就是写字的 咱们说句 我跟那个作弄 有人说说 什么徐记者 什么徐记者 我说不 我就叫写手 写手 但是真的 这个就是跟您 就是跟您相比呢 就是我能把它写出来 能表达出来 实际上不是靠的 这个文采 是靠的内心 如果你的心 就是刚才说的 心是热的 你这个思路也会 也会涌现出来 我能做的呢 也是 就是刚才 我们媒体能做的 就是做好宣传 然后呢 就是说做好宣传 另外呢 就是冯会长和宋燕的 这些活动呢 我建议我们邹总 就是说 不光是在这个媒体上宣传宣传 这个在 在这个行动上 也表示表示 比如说 我们可以 因为我们认识一些 这些 我们因为有媒体这个手段 帮助推出票呀 什么的 当然这些 大师级的这些音乐会呢 我觉得这个一票难得 这个 这个可能不需要 不需要 但是呢 我们一份热情在里头 因为 这也表示了一个 媒体人 也是文化人 最直接的一个传承者 你 你的 你不是说写一段报道 你不是说写一篇文章 是吧 是 应该是有行动的 然后 我还 还是稍待说一句 就是说 我自己呢 也是喜欢音乐的人 然后我女儿学古增 然后还是 叶兰老师这个 侵权的这个 这个一个小 小成员 那么 就是每个人 就是每个人 实际上 我 我都觉得 我都觉得这个 这个是 是我您该做的 然后呢 也预祝这个 就是王老师 挂了一个固画 我也不知道 我父亲从哪 有那么固画 一个长 穿着黑的 长裙的 像晚礼服的 一个非常漂亮的 那个小女孩 拿着一个长笛 我们家有 一部说那么话 我一直是觉得 想学长笛 但是没学成 但是呢 我喜欢 所以说 这个王老师 这个音乐会 实际上我 我也 就是 没有 没有 就是我们 这么近距离 见面的时候 实际我 欣赏过 就跟 变团长 我也都欣赏过 包括您的 那个 独奏啊 还有一次 我都忘了 哪个音乐会了 然后当时 那个麦库还坏了 然后就说 我都在后 最后面都能听到 这个 这个比较 比较 非常清脆的 这个笛子声 就是这个功力 真的是 就是孙燕说的 不用怀疑 然后我也真的是 佩服这个王老师 这种精神 然后太太还有 有病 然后太太还这么支持 然后又非常感动 我 我那个 那个就是说 我们大家都是非常谢谢王老师 能够我们在这么 这个时间 还能够我们 呈现一个这么好的音乐会 也一祝 这个音乐会 圆满成功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 谢谢 两位非常好 刚才他提到了 一个一句话 让我也很感动 他说心是热的 那么文才就相应的出来了 他不是因为 他有多少的经典的 一个词早 而是因为 他一颗热心 有一颗充满了激情的心 那么在进入这种状态的时候 我们才能做出来高品质的文章 做出来高品质的这个文化 做出来高品质的这个表演 那么我们每一位专业的表演者 艺术家 包括我们每一个文化中心的做文化的人 那么都是怀着这样的一颗热心 来做这种事情 那么呈现出来的必然是会不同的 那么文化呢 不是搞全面呈现 不是走心事 必须得有实质的真正的精神上的东西在 有一个自己的支柱在 那么就是说 才能够做出来高品质的文化 才能够真正的震撼到 别的其他的 国人以及西人 那么其实说归其文化 就其最深刻的本质 也就是一个关于生命社会的一个东西 我们做文化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回归自己的自我 回归于生命本身 那么 荀子有一句话 叫做两臂重于天下 那么 其实在当时 在当时那个年代呢 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他们认为 为什么说自己两臂 会比天下更重要呢 实际上荀子 他是更是发现到 自己自身的这个修炼 自身的这个修行 自身的这个掌控 自身的这个 不断的这个去提升升华 他是比你争得天下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每个人如果都能回到自身 回到自己 去沿着自己的一个精神追求 一个精神探索的道路上 不断的前进 不断的精进 那么不但自己也会得到一个升华 那么生活也会变得更好 那么同时也能够给其他的人 带来一种非常好的场 给其他人带来一种非常好的影响 那么整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那么今天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呢 基本上差不多可以告一段落 今天我们进行了很有价值的一些活动 包括我们对这个演员会的介绍 对演员的介绍 另外一些演员会的这个背景的资料 还更重要的就是 各位在场的这个朋友 给我们提出来了很多 非常非常有价值的这个建议 然后真的是帮助一起这个群策群力 在做这个中华文化 在推动这个文化 然后怎么样去维持这个平台 去做出来更好的 更有品质的文化 我也非常感动 那么我也会把这个 所有的大家提到的点子 都做一下记录 然后我们会在今后文化中心的 各个这个重要会议上 会邀请相应的朋友来加入 今年是文化中心重大转变的一年 不仅仅有这些非常精彩的 非常重要的活动 并且在今年11月30号 那么政府的资助就到期了 那么文化中心 今后应该如何运行是一个问题 我们大家 我们文化中心也将会 在6月份之后开始进入这个阶段 那么就是一个过渡阶段 然后会相应的邀请大家 可能会参与一些讨论 看看怎么样去做得更好 做得更扎实 如何产生这个造学技能 如何能够进入到别的领域 别的社区 去推动交流中华文化 很多议题要去进行 在6月份以后 所以今天也非常高兴 有大家的参与 吴老师您想不想 有什么感受 想不想做一个 稍微做几句话的总结 总结真是不感答 就是感人和感谢 这场音乐会 原先本来实话是说 我是要从家里拿钱的 搞音乐会 学妹他们知道 哪有赚钱呢 搞演出都是赔钱 开场音乐会准备赔多少 包括谭秘子老师也是 文德老师是原先上海音乐学院的大教授 是上海教育音乐团的场地首席 他老师一辈子了 其实多了颜绸也奔八天了 那么多作品 我们这些学生就想给他开场音乐会 我们俩就在一起聊 准备赔多少钱 他老师你能从家里拿多少钱 我能从家里拿多少钱 就是说一张票不卖的时候 我们俩就是开始的时候 准备一人拿一万块钱 这拉的赞助就这样 没想到这一次 冯会长这也是颜绸八天了 天天去跑去 我天天问亚串 亚串好兄弟好哥 不然大家都知道 天天拉着会长跑 我太太和我真是感动的 用东北话叫乌克乌克的 你们笑什么 听得懂吗 乌克乌克的 听得懂 真是太感动了 感谢会长 感谢赞助商 感谢媒体 感谢这些一共 哎呀就是一个感恩 谢谢谢谢 好我们请总会长 总结发言 我们这还有一个 97岁的议会者 97岁的议会者 这个老先生 97 不怕的 你方才说造学技能啊 我告诉你书院 这可是大富翁啊 台湾 您请坐 大富翁 一直参加我们的活动 干脆啊 给我们赞助点 我说的赞助不是现在 长期赞助啊 好了好了 没事了 接住 冯会长 冯会长 这个 见缝插针 不管是在什么时候 都要想着文化中心的未来 有这样一位老人 这么操心的去做这个 推动这个文化 我们也很幸运 我们年轻人 每日忙于工作 然后也没有像冯会长 这么有魄力 去开启一个新的事业 那么我有幸加入这个事业 也是 是被冯会长拉着 只是 做了一个小小的申请的工作 那么就得到了这么一个平台 其实有远见的是他 不是我 我只是做了一点点 这个英文方面的 这个辅助的工作 一些沟通的一些工作 但是 真正要做一番大事业的 真的是冯会长 那么 冯会长年纪 也很大 那么他对我们年轻人的 寄予的期望也很高 那么这也是 他把文化中心 非常放手的这样的 非常信任地交给我去运作 并且又交给了 另外的我们 这么多的理事负责人 一起去做这个平台 非常放心 没有任何的干涉 干预 非常感谢冯会长的支持 真是给我们所有的华人造福 我们以这里掌声 给我们老会长 非常感谢 好 那么我们新闻发布会 今天圆满的结束 非常感谢 我们来可以跟这个 我们几位一起合影 做一个留念 我们几位 谢谢